今天,王心灵一直没有作品还有歌曲发布,不过最近,得他要演是很清闲,经常去各种地方度假,晒照也不乏漂亮的风景,而他本人也在美景之中显得更漂亮,不过今日他晒出自己在海边的照片。 照片中他身着一身白色长裙,背影很美,但是网友的评论似乎让他很不开心,不知道网友看到新闻了吗? 本来网友评论到王心灵,度假天后,看到这条评论,得他很生气,等我对网友道,别乱酸,就算我度假又怎么样,爱到你了吗? 别把微博无聊的风气,带来是文心分享的天地。 不少网友都表示不理解王心灵为什么会这样说,还有网友表示,不至于那么激动吧,小编也觉得网友说的没有很针对他吧。 不少网友都表示,该网友说的并没有错啊,本来王心灵就总是叫出去旅游吗?不知道网友你们怎么看呢? 而是后粉丝表示,只是一句玩笑话,没想到王心灵又回复网友道,并没觉得好笑。 很多网友都觉得王心灵没必要走到这一步,本来很正常的事情,王心灵本人却很激动,很多网友好指出,王心灵说微谷无聊也是他的问题,不知道你们觉得呢? 还有人说王心灵情商低,王心灵即是演员也是歌手,当时他参演的偶像剧,都有着很好的评价,但是后来因为恋情问题等等慢慢代出, 而且在被大家提及就是他整容了的传闻,网友喜欢王心灵吗?网友喜欢王心灵吗? 变则声,名,文中图片,引用至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